欢迎收看中央社全球视野 我是陈凯婷 两年一度比利时花坦节最近登场 今年适逢比利时和土耳其签订移民法案50周年 主办单位特地以土耳其作为花坦节主题 用超过70万朵鲜花将布鲁塞尔大广场 装点成具有土耳其风格的巨型花坦 让观光客流连忘返 放眼望去五彩缤纷的花坦 仅致美不生收 两年一度的花坦节是比利时布鲁塞尔重要的节庆之一 今年恰逢比国与土耳其签订移民法案50周年 主办单位特别向土耳其移民致敬 耗费70万朵鲜花 设计了长75宽25公尺的巨型花坦 难得一见的奇景 令游客们流言忘返 这一年会变成了土耳其的桌子 因为我们祝福了土耳其移民移民 所以我们选择了土耳其的桌子 从16世代代的桌子 筹办人指出 今年的花坦光是设计图 就耗时一周才拍板定案 而挑选的花种则已有象征比利时的秋海棠为大宗 其余就得依靠上百名志工辛苦摆设 才能完成这项浩大工程 主办单位表示 为了让花坦能在砖瓦广场上维持展示三天 预防阵风大雨来袭 鲜花摆放必须格外紧密 层层堆叠不留空隙 才能让花坦展现绝佳状态 中央设计的江金叶 布鲁赛尔报导 偶像女团SHE一身运动尽装亮相 Ella更大秀肌肉线条展现girls power 让粉丝们眼睛为之一亮 体育署为宣导落实国民体育法定定的SH150运动方案 特别邀请团名谐音的SHE担任代言大使 三人也不负所托 除了详尽解说 还以自身经验强调运动好处多多 S for Sport H for E for E for E50 E50就是 什么意思呢 E50就是你一个礼拜至少做150分钟的运动 对 但是你要怎么分配都可以 但是你就做足150分钟 对 所以新团体就叫SHE50 希望明天可以报新人奖 自己做很多运动是户外的 像骑脚踏车啊 跑步 或者是跑步 对 这都是户外的运动 你不仅可以流汗之外 你还可以看到很美好的开阔的风景 那个对心灵是更好的享受跟礼物 团员Selina认为运动最难在持之以恒 所以建议大家不妨互同一半 相互激励可不带多 Ella就透露 其实自己最享受运动中得到的成就感 而且平时定期的锻炼 也可预防肌肉拉伤 肖武炫技也多一场保障 肌肉训练起来的时候 它是可以保护你的关节的 所以有时候你可能在生活当中 不小心要跌倒或是干嘛的时候 如果你平常没有练好 或者是说你要拿东西扛重物的时候 你一个没有练好 你有可能肌肉拉伤 但是如果你平常有做训练的话 这些东西都可以保护你的身体 尽管自嘲是姐姐们 还感叹有了的年纪才懂得要规律运动 不过SH1仍不忘呼吁年轻学子 要养成运动习惯 一方面奠定健康基础 也能疏解压力体验回汗快乐 中央社记者张志燕 黄军台北报导 中华职棒桃园队主场 吸引人气再出新招 周末两场比赛举办老干趴 结合桃园老街和豆干两项在地的文化特色 桃园队啦啦队啦咪Girls自创老干舞 赛前教学和球迷玩的不亦乐乎 同时桃园队还邀请桃园出生的艺人 小茉莉陈雨昕来热血开球 小茉莉投球神准 开出好球自己也很满意 超开心的而且我超准 你给你打几分 101分 超过满分 小茉莉热爱运动 以前常打排球 她当场秀出二头肌 证明碧莉真的有练过 再前她和头手陈雨昕练头 也是三球就过关 小茉莉还表示 这次担任开球嘉宾 很开心有机会和更多人 分享家乡的美好 我家在龙潭 然后我很喜欢桃园尽快土地 我觉得大家都很热情 而且很漂亮 这场比赛桃园对战师队 终场以6比4赢球 桃园队目前在下半季战绩垫底 不过主场人气不坠 经营之道 就在于营造超越胜负的感动 从啦啦队到硬体设施 都可以看出背后整体规划的用心 这次老干趴还请来当地的小学生陀螺队 表演各式高难度的打陀螺技巧 成功结合在地特色 桃园球团打出独特的主场体验 6日2天 总计吸引近1万8千人进场同乐 堪称主场人气王 中央设计的张新伟 林洪瀚 桃园报道 中央社拥有阵容最坚强的新闻团队 全球布局居台湾媒体之首 将近30个据点分布五大洲 以台湾观点掌握全球脉动 美国华盛顿特区的桥界社团 最近举办意卖会 尊重高雄气暴灾区 当地侨胞热烈参与 前美国国务院亚太副助理国务卿薛瑞福 也亲自到场 慷慨解囊震灾 让我最感动的就是说 它不只是我们台湾来的草包 像今天很多很大的贡献 是China Town 这个原来的老巢 就是广东籍的草包 还有主流社会 还有美国的朋友 驻美代表神旅巡也正出多本 汉顾公博物院合作编撞外交史籍 同时他还替美国国会 为众议院民主党领袖裴洛西 捐赠新笔签名的著作义卖 成为会场上一大亮点 我负责靠NASY博物院 请他亲牵你的名字 把助力的完整地前送 这本书最后以两千美元卖出 募得将近新台币六万元 正在美国访问的台南市长赖清德 也到现场 转搭高雄市民和市长陈菊 感谢华盛顿桥界热心专注 转交成局的致谢信函 除了这个金额非常的高 达到七万美金以外 我觉得这个情意更加的重 刚刚沈大使有特别提到 从早上十点开始 短短几个小时的时间 就有这样的规模 可以看得出来 大家都非常关心台湾 非常关心高雄 赖清德也捐出台南 焦纸桃剑尸挂尸义卖 募得两千美元 这场义卖会总共募得七万五千美元 超过新台币两百二十万元 上款后续一家乔委会等机构 所设立的专户运用 中央设计者廖汉原 华盛顿报导 台湾米一带接着一带 奔送到菲律宾灾民手中 去年海烟台风重创菲律宾 灾区还在重建中 菲律宾台商总会在塔普市 分发二十顿台湾米祭坪 让灾民们感动不已 我们今天要求台湾人 我们要求台湾人 谢谢大家 那目前已经将三百顿 在海燕台风的重灾区 发放完毕了 那我们剩下有一百顿 是在大马尼拉附近 一些灾区贫民库做发放 所以我们大概预留 二十顿的百米 厨房在仓库里面 因为我们大家推估 这几个月还是会有台风来 所以在台风发生的第一当下 我们可以拿去这个赈灾用 美代百米上 应有来自台湾的爱 塔普市市长代表接受捐赠 同时也代表市民 向台湾气暴罹难者 及家属表示哀悼 祈祷灾区早日完成重建工作 塔普市市长凯耶塔莫也表示 台湾人能在家乡发生灾难之际 持续向菲律宾声援 让他相当感动 也希望塔普市 这一区能提供台湾协助 回报台湾人民对塔普市的友善 章舍记者林行健 塔普市报导 第二届夏季青年奥林匹克运动会 16号到28号在南京登场 本届共有204个国家参赛 将近4000位运动员竞逐奖牌 中华队共有48名选手 将参加柔道、射箭、桌球、举重和跆拳道等16个项目 目标是突破去年的三面银牌记录 拿下首面青澳金牌 更多体坛消息 全球视野将持续带您关注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在华世新闻资讯台和中央社网站都有播出 我是陈凯霆 我们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